欢迎收看新闻大解密 我是王李宗燕 为您揭开秘心 今天节目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选举暴力 在过去是如何影响到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2010年的五独选战 投票的前一天晚上 连胜文遭到枪击 引发全台湾的震惊 连胜文他是前副总统连战的儿子 在蓝绿选情最紧绷的选举前一天晚上 遭人当众开枪行凶 不到让选举蒙上了暴力阴影 而政治评论家也分析 这件事情间接影响到了隔天的投票结果 其实选前的暴力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那大家印象还很深刻 应该就是319枪击案 而在更早之前 民国91年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陈敬奇竞选连任 却在选前的三个星期 在一场文定喜宴当中 遭人近距离的开枪射杀 这是治安史上的头一次 有直辖市市议员遭人枪杀 也被选前的治安投下了震撼弹 这个凶手形状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台湾的民主开了什么样的恶力 带大家一起来回顾 民国91年11月16号中午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敬奇 在士林辅华路的桃园餐厅门口 遭人近距离连开三枪 由于案发现场 就在人来人往的捷运之山站旁 不少民众亲眼目睹了 血淋淋的枪击血尖 餐厅门口血气斑斑 更让经过民众触目惊心 由于案发当天是选举投票日的 前三个礼拜 正是选战紧若密鼓的时刻 如今有候选人在选前遭到枪杀 警方高度紧张 起初先听到三声的枪声 然后我抬头一看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戴全招式安全帽的人 一直跑 然后手里拿一把枪 然后另外有一个骑机车的人 就接应他 他就上了机车 然后那个枪套就掉了下来 然后就走了 原本陈敬奇是要去参加北投区 农会总干事王冒松女儿的订婚喜宴 没想到守在餐厅附近埋伏的歹徒 一看到陈敬奇下车 就直接上前开了一枪 在陈敬奇重弹倒定之后 歹徒还对着他补上两枪 才赶紧跳上坚硬的机车逃逸无踪 这时举行稳定的新人和大批宾客 眼看发生枪截命案 顾不得喜宴才开始不久 只能无奈匆匆离开 农会被病职只用提供电话 中枪之后 陈敬奇立刻被送到荣总进行抢救 不过就在他到达医院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大批亲友和支持者红着眼眶 在急诊室交集等待 当时的共党主席连战 秘书长林峰振 以及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 以及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 都中断原来的行程赶来探望家属 部分同党的女市议员 候选人到场得知情况恐怕不乐观 难过的泪如雨下 医院动员11名医护人员 抢救将近两个小时 仍然无法挽回陈敬奇的性命 看不到奇迹出现 陈敬奇的母亲神情虚弱 被浮出急诊室 悲痛的说不出话来 由陈敬奇重弹的部位 都在重要器官 枪枪致命 因此警方当时 研判行凶的歹徒 下手精准迅速 不排除是专业杀手犯案 致命的伤是心脏 左边的肺还有肝脏 心脏有两个破洞 有一个比较小 有一个是相当的大 好 来 往往来来 静静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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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治安史上首次发生 直辖市的现任市议员 遭人枪击身亡 归旦震惊社会各界 也让选举蒙上暴力操控的阴影 在传出陈敬奇遭到枪击的消息之后 许多民众来到他的竞选总部 表达关心 当陈敬奇最后宣告不治 不少支持者当场难过落泪 一时无法接受 我们好人 还是这种事情 就是干嘛 不够可怜 他的身世也好 一定是稳上的 但是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实在是给我们意想不到的 41岁的陈敬奇 以往担任过两届台北市议员 为人个性海派 草根性强 加上他问证直询炮火猛烈 积极问证的形象 赢得不少死忠选民的支持 就在案发前不久 陈敬奇才完成登记抽签 风风光光的宣誓争取临任 竞选总部成立当天 市长马英九还前来站台 宣称和陈敬奇是生命共同体 选举声势相当看好 像阿基这样 有真有的人跟我支持 我能够来做好市场 我跟你说有对吗 我们两位是绑在一起 赢命赢命共同体 只是离投票日还有21天 陈敬奇却遭到谋害 为选前的治安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不但许多候选人纷纷穿起防弹衣 警方派遣的随后更是实时配枪 当时的行政院长游锡昏 要求警方献起破案 警方背负着强大的舆论压力 也急着在选前抓到凶手 这时曾经和陈敬奇发生过纠纷的对象 个个非常惶恐 纷纷出面说明 甚至有一位通缉中的帮派分子 也主动向警方投案要自欺 在台北市发生这么大的案件 几乎是全国都很关注的案件的时候 自然反而是有一些曾经跟他游过 外传的时候跟他游过纠纷问题的人 他自然他会主动来澄清 直接就指明某某人 还有那个什么第四台的管线的利益 把他做掉 就指指说某某人涉案 他通缉 他因案通缉 但是 但是他被人家检举说 是这个案子的那个祖先 忙出来自首 宁愿被关 也要撇清 除了各方的检举分支踏来 这是地方也盛传 被投区封年里里长陈朝勤 就是教唆杀人的幕后主席 台北市议员林瑞图和陈敬祺 及陈朝勤三个人 是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陈朝勤原本是陈敬祺的庄角 却因为在同选区登记竞选议员 两个人爆发冲突 早在登记选举之前四个月 他就听见外界私下流传 陈朝勤要对陈敬祺不利 隔天凌晨警方顺利在中夷街找到了 凶贤逃亡骑乘的机车 不过由于机车是报案登记失去的 脏车加上机车上头踩不到任何指纹 现场周边调到疑似嫌犯的监视器画面 也模糊不清 眼看侦办陷入胶着 于是警方公开悬赏200万奖金 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警方甚至连丢弃在离凶贤脏车 30公尺的安全帽都捡起来做踩证 就是因为这样细心踩证 终于踩到一枚关键指纹 让案件得以突破 我们两个就是征讯他的时候 那时候电视好像是不知道哪一台 他一直在反复在播 穿黑衣服戴着安全帽 以前以后这样走过来的这个画面 然后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是利用当时那个情境 然后告诉他说 事情已经做不到 你就是偷情这个 你就是偷情 然后那时候他有被我们吓到 他马上就跟我们坦白说 我不是偷情那个 我是怕在后边那个 听到就是说 我们认为证据直指 他就是开枪的人的时候 他反而会害怕 那我们一看到他犹豫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就会更坚定 坚定我们的认为 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是没有错的 那所以说我们才会 那时候跟我们同事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演了艺术戏 我们同事就把他靠回去 我们同事手铐一拿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整个崩溃掉 他就认罪了 就在投票日的前一天 终于让坚硬凶险的车手扶手认罪 让侦办小组士气大阵 选举过后 市长马英九也特地到 陈敬奇的灵堂祭拜 告知家属案情获得突破 破案指日可待 警方紧接着就查出 开场的凶鞋就是天道蒙 太阳会的杀手董志泰 因此研判应该是有人在幕后 买通黑道杀手 狙杀陈敬奇 他那时候我们清查出来 他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他是太阳会的不良分子 而且他是属于他们太阳会 杀手级的这个层级 我对社会造成的不安 及陈敬奇家属 在这边感到很抱歉 经过将近半年的追起之后 董志泰终于落网坦诚行凶 并且攻出真正在幕后操纵的 就是陈敬奇的童年玩伴陈朝琴 犯动机就是因为陈敬奇和陈朝琴 因为竞选市议员的纠纷摆不平 让陈朝琴决定买凶 除掉竞选对手 陈敬奇在上一届的选举 他有答应陈朝琴 说如果我去选立委 我议员放给你选 那时候陈敬奇他本来要选立委 后来国民党说你 站起来晚一点 因为还有丁守中他们站 所以你选立委 这个你的知名度也不够 后来陈敬奇就这样跟他讲 陈朝琴就非常不服 他说你不是说议员要放给我选 一直以为陈朝琴不敢动他 他没想到陈朝琴早就把这个布局 已经布了半年以上 因为这个政府已经定计完毕了 再打算 那超级的 没有人能够补替陈敬奇 一直算起这个时间点 那小董他们这些 这些帮派分子 也是陈敬奇他们都是人事的 可是陈朝琴答应他六百万 去行事 结果有没有 那个小董他们也没拿到六百万 陈敬奇人虽然过世 选票上陈敬奇的照片和名字都已经拿掉 不过在选举时不少选民仍然在选票上盖上九号 而像这样的废票竟然有将近四千票 用选票唾弃暴力操弄选举 人数超乎想象 也创下台湾选举史上的记录 至于陈朝琴则拿下一万多票 以第二高票落选 最后枪杀陈敬奇的杀手董志泰被判无期徒刑 坚硬的车手郑建义也被判十四年徒刑 至于满兄教唆杀人的陈朝琴则是被判十五年 他们共谋枪杀陈敬奇 必时共同赔偿家属一亿两百多万 创下司法史上刑案连弹民事求偿第二高的记录 陈敬奇命案是民主选举的污点 不过司法最后证明 暴力终究无法撼动民主 用子弹争权牟利 最后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陈敬奇命案是深深的伤害台湾的民主精神 不过选民并不向暴力低头 就在选举当天有将近四千张的选票 还是投给了陈敬奇 虽然成为废票 因为他人已经过世 不过选民还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表达他们反对暴力的心声 也创下台湾选举的新记录 我们休息一下 要继续带大家来看 另外一场也是令人觉得相当痛心的命案 这是前台北县议员吴善九的枪击命案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有政治学家说 民主是人类社会在现在 目前为止能够找到最好的制度 不过民主是选票一张张选出来的 选票是只做的相当脆弱 经不起暴力的摧残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重伤台湾民主政治 非常不光彩的另外一页 前台北县议员吴善九遭枪击命案 政大外交系毕业的吴善九 学问好形象又清新 他积极问证 更在任内提报不少弊端 不过就在2007年 一名枪手进入他的服务处 对他连续开了五枪之后迅速逃逸 凶手使用的是 击中之后会爆开的特殊弹头 很明显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这件事也震惊着全台湾 不过警方抽丝剥茧之后 却发现吴善九很有可能是因为 个人的投资跟黑道发生的纠纷 因而惹获上升 民国96年5月23号中午 一名歹徒持枪 闯进台北县议员吴善九 位在新店北新路的二楼服务处 一看到吴善九 立刻就朝着他连开五枪 吴善九身中四枪当场倒地 当他仍送到新店刺激医院急救之前 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从吴善九身上留下的大片鲜血 染红了整副担架 接到消息赶来的家属 一到急诊室门口就哭倒在志工身上 伤心到几乎站都站不住 当时台北先议员林国春 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 见到吴善九最后一面 亲眼目睹吴善九身上弹魂累累 伤势严重超乎想象 当场碰了眼眶 难过地说出话来 我看到他最后一面 你打背后帮忙回住我 我赶到医院的门口 你有亲眼看到他 我亲眼看到吴善九 推得进来从救护车下来 我帮着跟着在救护车上面 然后我看到这个救护车 这个单架里面 抬到这个里面的交互病房 不是交互病房 急诊室要去急救 因为在现场救护车要急救 所以把衣服就刮开 身上中了很多枪 那我看了医生 大概去量一下 大概之后已经没有心跳了 冬孔放大 领部已经没有表情了 我看也是没有迹象了 回到案发现场 吴善九的办公桌前 不但遗留斑斑血迹 窗户的窗帘 桌上的感谢状 以及吴善九座椅上的箭头标示 还可以看到子弹穿透的狠击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的画面 发现生手停车冲上服务处开枪 再下来起车逃逸 整个过程只有短短69秒钟 不但动作相当快速 而且生手还使用一种特殊的中央弹头 这种弹头一旦击中人体之后 就会爆裂开来 恐怖的杀伤力 明显就是要置吴善九于死地 那个枪打下去以后 在里面爆开 是把大动脉爆裂才死亡的 就他打到肺杖是有救的 因为他们的服务处离更新医院 医院其实都没有那么远 就急救是都可以救得回来 重点是就是那个子弹去以后 会到整体里面爆开了 等于他直径的三四公里面 都变成糜烂状 就他打到大动脉还差两公分 他等于打到肺 打到肺算是不是要害了 炸开以后他的动脉断掉 才就是流血太多了 所以简单讲就是他用那种很恶毒的那种枪 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警方依据现场机证 重建整个案发经过 查出行凶的枪手在下手之前 事先在附近的超商打公用电话到服务处里 确定吴善九就在里面 紧接着歹徒戴着安全帽 冲到二楼的服务处 第一枪先打掉办公室的电话机 不让吴善九有求救的机会 接着才对着吴善九身上 炼开四枪之后迅速下楼 骑上机车逃逸 杀人之前精心布局 行凶手法迅速利落 加上使用杀伤力特别强的枪弹 力求枪枪毙命 因此警方不排除 凶手是来自境外的职业杀手 他打了五枪嘛 一枪电话机第二枪手肘 最后三枪才是打到凶枪致命的 所以等于还 等于在生前可能还在戏弄他那样 就是非常冷静从容 吴善九生前担任过三届现议员 其间除了积极反对 兴建安坑掩埋场 率众发动抗争 也大力扫除槟榔滩和陆霸 除此之外 更多次带领官员 纠举不法业者 违法轻盗土方 由于揭闭 又不接受官说的强硬作风 为他建立敢作敢言 不畏恶势力的问证形象 我们不要掩埋手对不对 对 请大家用怒吼 把我们的声音讲出来好不好 好 我们请允态 苏先生的下台 这样的作风 为吴善九赢得地方声望 同时也树立了不少仇家 只是衣会同僚虽然认为 吴善九可能挡人财路 可能因此惹上麻烦 却没料到 最后居然招来杀神之祸 听到他被枪击声望的消息 难以接受 我很震惊 我想其实我们都心里有数 他可能会被殴打 或是一枪打到腿上 什么这种都可能 其实我们心里都 可是打死他 他知道他自己危险 可是我相信他也没有想到 别人会抢杀他 他也没想到 杀手嚣张的 直接闯入明代服务处 抢杀现议员 当时的行政院长张军雄 要求警方尽快破案 台北县长周锡伟更宣誓 侦办单位禁止休假 直到抓到凶手为止 警方一开始先朝台北县 杀石业者利益纠纷的方向来清查 发现吴善九和不少杀石业者 有过金钱借贷关系 显然在遇害之前 经济状况遭遇危机 相当的不寻常 知道他有跟杀石业者借了300万 因为杀石业者的亲戚跟我讲 吴善九不幸往生 很多陆续续会传出说 哇 现在找不住啊 吴善九往生啊 借他钱的人怎么办 也找不到钱了 可是他过去也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期 一定要给他死 那给他死有这么严重 是什么引爆点 由于命案现场 除了子弹弹头之外 几乎踩不到枪手的相关机证 让案情陷入胶着 案发一个礼拜 警方提供200万奖金 悬赏团案线索 期望让侦办能有所突破 另外一方面 扩大调阅逮逃逸路线的监视器 总算调到枪手骑机车逃逸的 清除以下 进一步公布嫌犯的可能相貌 果然不到两个礼拜 就找到嫌犯坐案的机车 逮捕负责偷脏车的嫌犯 胡廷悦 他的车身和车牌是不一致的 我们再用车身和车牌的 这种失窃的记录 到板桥市去追查 进而追出窃盗 机车的涉嫌人 再从机车窃盗涉嫌人 这边扩大追查 进而来理清了凶险的身份 露出破案的曙光 好 我来交给谁 你认识凶手吗 那边哪里交车 你认识凶手 听到儿子涉及各界瞩目的 重大杀人案件 嫌犯的亲属难以置信 不过警方没多久 又抓到另外名偷脏车的 窃贼吴助贤 确定这是一个 事先规划 缜密的暗杀行动 掌握到的暗杀组织成员 35岁的行凶枪手 兰家伟 立刻成为警方 全力追捕的目标 案发一个月之后 警方在台北市郑州路 拦查到兰家伟 不过他立刻掏枪驳火 和警方爆发街头枪战 我过去的时候 就只喊了一个先生 还没喊完的时候 我就听到枪声了 我当下的反应就是 向右卧倒然后找掩护 我这个同事就马上关机 枪战发生之后 大批霹雳小组警力到场支援 最后兰家伟被警方团团包围 自知难以脱困 于是对着自己的太阳穴 开墙自尽 送一后不至 虽然枪手死亡 但是案件侦办并没有断了线 枪战隔天 警方又带不到 策划行凶的主谋王岳凯 只是他坦诚 自己只是居中协调 其他人行协机车 再把车提供给枪手 来家伟行凶使用 和吴善九无庸无仇 教唆他策划杀人的 其实是一名板桥地区的脚头 吴姓忠 吴姓忠在案发之后 已经潜逃大陆 浦前的一个脚头 吴姓忠 那吴这个人很疯狂 曾经有一个疯狂 就是他妹妹急诊 在浦前那边 已经上了救护车了 就是送到亚农医院去 其实那个救护车 已经很大声了 他一路开枪 叫人家车闪避 就是行径很嚣张 也很疯狂 他的个性跟脾气 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也造成他那种偏激的个性才敢 杀个议员是天大的事情 才敢做这个事 不过警方这时发现 吴善九和教唆行凶的无幸中 两个人其实早就认识 因为吴善九之前 投资台湾本土品牌的珠宝 以及化妆品公司 企图开拓上海市场 甚至向不少亲友及地方人士借钱 却在短短时间之内 才赔上千万 吴善九为了这笔投资纠纷 多次举报这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办公室 也就是位在淡水的道场是违建 还带着县府拆除大队 要来进行拆除 导致吴善九在遇害之前 就经常接到无幸中的电话恐吓 他大概负债了五千万 他自己大概拿了一千多万 其他是借来的 亲友借来 那亲友把他要回来 那个也很急了 他也很为难 所以他急得 其实他最后他也不想投资 就是说你把五千万还我吧 我自己的本金跟我朋友的本金 被吴姓忠恐吓了 对 他又试着 这个从那个黑白两道警察 跟竹林里面去试图化解 教唆犯案的主席吴姓忠 案发后逃亡大陆 六年后遭到遣犯 法院判决书指出 吴姓忠和吴善九合伙处理 违建拆迁事宜 双方发生纠纷 因此吴姓忠以120万代价 买同枪手 刑生的枪手蓝家伟 在警方围捕时开枪刺进 另一位王岳凯 和19年有期徒刑定验 教唆犯罪的吴姓忠 最终依共同杀儿罪 被法院判处19年有期徒刑 其实讲到黑道 直接进入政坛的选举 最高峰要往回追到民国80年 当时有很多在疫情专案当中 被抓入大牢的黑帮人士 出狱之后 积极地投入地方派系的选举 在80年代 中南部地方选举常常传出想想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回顾一个 非常著名的红丝条命案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民国82年天道蒙不导会的创会会长 谢通韵准备到彰化参选 当时他的死对头 就是彰化县的前议员红丝条 结果就在选举前半年 谢通韵才17岁的儿子 趁着红丝条到台北参加一场攻击的时候 当场开枪把他打死了 稍张的行进震惊的社会 之后谢通韵不但是意气风发的 参选了彰化现议员 甚至还宣告要直接角逐一掌宝座 不过就在选前一个多月 仍然被红丝条人马精心布局报复 将他跟车上保镖乱枪打死 因为相报情节 简直就像电影叫父 黑道火拼的真实版 民国82年9月22号 才刚刚宣布要竞选彰化现议员的 参选人谢通韵 在乘坐进口轿车回家途中 遭到埋伏的杀手开货车冲撞 并且开枪扫射 谢通韵和坐在旁边的一名随身保镖 都惨死在乱墙之下 车厢内血迹斑斑 闹僵四溢 令人惨不忍睹 这几个凶手就双方加上 就当场把这个血通运 就这个打开 这个头脑浆都流出来 那么他旁边的这个保镖 也当场死亡 那么另外的 这个驾驶边的 这个也都受伤 就发生这么样的一个案 那么当然当时正好 在选举之前 他本来就是要参加 该界的这个现议员的选举 而且有意要当上议会的 这个龙头的 所以就在这捷骨眼 发生这个案 那么一般的话 当然就会联想 跟这个选举有关 在选举前发生参选人 被暴力枪杀的重大刑案 当时的刑事局长杨子敬 立刻找来法医杨日松 南下进行财政 原本警方怀疑杀手的动机 可能和选举牵动地方派系的 事例有关系 不过仔细清查被害人 谢通韵的身份 赫然发现背后的杀人动机 牵涉黑道的江湖恩怨 遭到埋伏枪杀的谢通韵 在民国74年 因为在万华地区收保护费 在疫情专案被扫进监狱 当时他加入天道盟 并且创立补导会担任会长 阿布岛的绰号 自此在江湖传开 不过他在出狱不久 又在民国79年 被警方移送管训 因此谢通韵在81年出狱 就积极运用帮派的地方势力 回到彰化投入名代竞选 如果当时农会派系 被前彰化现议员 红丝条一手掌握 因此两人经常发生冲突 其实那个时候在疫情专案之后 没多久 有一些大哥就重返江湖 那重返江湖他们心理上 有一个提议就是认为说 必须透过民意代表 这样的一个从政之路 来进行漂白 当年被杀的阿布斗 其实也是想要循着这个模式 来进行他个人的一个漂白 阿布斗又回到了彰化 想要在这里从事所谓的 政治的活动 跟红丝条的势力相抵触 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彰化 能掌握农会派系 就能确定赢得选战 当时担任过现议员的红丝条 在地方选举呼逢唤语 在谢同运第二度 被移送管去的时候 天道盟补导会副会长谢东松 带着小弟投靠红丝条 也为双方埋下心结 后来彰化更向着农会改选 红丝条和谢同运 有各自支持不同的候选人 谢同运阵营的庄角住处 甚至被放强警告 更埋下冲突的导火线 谢会人他原来 就是谢同运的这个时机 那么后来他跟谢东雄两个人 因为谢同运在管训的时候 他就投靠红丝条 那么谢同运对这件事 也是非常不满就给谢会人难看 听说是打他的耳光 所以就找到一个机会 谢同运在打麻将的时候 他就给他开了四枪 谢同运遭到司机被判狙杀 结果大难不死 之后也没有向警方报案 形势转去低调 不过这时谢同运的17岁次子 谢文川却私自计划 趁着红丝条在82年5月 前往台北参加攻击的机会 狙杀敌队队阵营领袖红丝条 要为付报仇 他当时没有跟他办法讲这个事情 他讲说我们六倍共同台 我们怎么办 放过红丝条就流过去 所以当时他就透过自己的 这个在地方上的关系之后 开始采购枪子 然后从透过各种情报 知道你红丝条将到台北 五分谱内带很多都彰化的 所以那边本人就是彰化同乡会 相当的多 那红丝条去参加一个有人的出兵仪式 在工具的过程中 突然间杀出了一个年轻人 从背后连开树枪 将红丝条给集团在当地 路上根本没有想到 有人胆敢在这样的一个灵堂前 进行积极行动 这就是不斗的儿子 红丝条从背后中了一枪一枪 其他的部分就散掉 但是那一枪却是致命的一伤 造成他的肺部破裂 那么那个胸枪出血 不幸死亡 少年杀手嚣张的行径 不只撼动地方势力的布局 在攻击临堂前 当众枪杀前来吊祭的来宾 更犯了江湖大忌 虽然谢文川逃亡不久后 就被警方逮捕 不过投靠红丝条的谢东松 以及谢惠仁和黄主旺 决定串联展开复仇行动 这个谢东松 谢惠仁就非常的不满 那就报这个仇不可 那么由谢东松来筹划 大概筹划了两个月的 就这个时间 从这个胸器 还有伪装用的衣服 防弹衣 还有这些 这个手机 这个手提的无线电 这些都由谢东松来供应 在红丝条命案发生之后 谢同运一度出国 占比风头 直到9月11号 才返回台湾 不过13号 他就公开宣布要参选议员 并且要问鼎议长宝座 虽然传出红派势力 要对他不利的消息 他也加派保镖因应 决心要趁着这次选举 扩张势力版图 那么有人就跟谢通运讲 说最近你要注意 最好是少出门 所以谢通运他也有准备 他除了他自己的这一部 这个辨子600的车子 他有驾驶还有两个保镖 这个随身以外 还有后面 这个一部乞扶车 上面还有四个人 就跟着 他儿子其实把红丝条 对手杀掉之后 其实他的家里 不管是坐车也好 驾驾要全面防弹 他那场Benz 600 这么厚的一个防弹的玻璃 整个车子重新改造 我们当时还曾经为了这个去采访 打造他这辆防弹车的一个 Benz的一个车厂 家里的玻璃防护杖 通通都是防弹玻璃 他已经提高景色 得知谢通运请来保镖严密戒备 难以下手 不过谢通通和谢坏仁等七人 观察谢通运的回家路线之后 决定偷来一部大货车 卫装成运送饲料 在车上暗藏杀手 埋伏在谢通运回家的路上 出其不意进行突击 卡车货台上面四周都是饰料 都是饰料 那么中间是镂空的 上面用棉被盖着 其实里面就是有几个人 协会人还有几个枪手 就躲在里面 那么另外有几个人 就躲在对面的甘蔗园 接近的时候 他就开出去 就把这部谢通运的坐车 就撞到水波 那么原来躲在卡车上面的 这谢会人 这几个枪手 就从卡车跳下来 就开了三十几枪 身穿迷彩装的年轻杀手 手持M部枪 M16部枪 一阵扫射 甚至抵着那样的一个防弹玻璃 往里头前面扫射 不都当然是乌乌爱才 前身被打穿 长次留满地 脑袋有做好几枪 另外他的保镖也是 但是后面的保镖车 一听到枪声 完全不敢作声 突然间完全没跟人都趴向 这个时候 杀手竟然没有把这些保镖载 去让他们走 事发之后 刑事局长杨子敬 亲自南下带队侦办 案发第十天 就逮捕到参与枪杀 谢通运的黄振雄和赵振中 并且在西兵大桥 起出行凶使用的冲锋枪 隔年一月份 行凶枪手黄振旺 企图搭乘渔船 偷渡出境 被警方及时拦截 埋藏的大批军火 也被警方查扣 至于原本是谢通运司机的谢惠仁 事后成为警方追砌的重大枪击药犯 七年之后才落网 至于谢东松一开始货判无罪 之后也选上国大代表 不过在谢惠仁被捕之后 确认他就是幕后主谋 因此向高院申请再审 包括逃逸的这个房子旺 还有后来到案的谢惠仁 还有这三个死刑犯 他们都一致只认谢东松是这个案件的主 之后谢东松潜逃海外 被行政院列为十大通气要犯 悬赏一千万元 至今仍然行踪不明 而谢通运命案发生之后 检警多次严厉扫荡黑金 才渐渐让地方选举 不再动辄传出强声 地方派系也不再由黑帮威胁把持 终于让选举真正回归 由民意选择的政委 为了防止选举暴力的发生 候选人身边必须要有贴身保镖 不过担任这些保镖 工作可是不简单 我们休息一下 要继续告诉您 他们要负起什么样的重责大任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为了防止选举暴力 候选人身边的贴身保镖 必须要担负起重责大任 例如像是候选人在台上 卖力演讲的时候 随乎必须要绷紧神经 紧盯着台下的一举一动 随乎不但要培养矫健的身手 甚至有时候还要有心理准备 随时用肉身来阻挡危险 尤其是在总统府市卫市 担任元首的随护 不但要武艺精湛 思想忠诚 最重要的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更不能够有片刻的犹豫 而且选举越紧绷的时候 候选人的随护 还可能会在不同的场合 遭到政治立场 不同的民众追打推挤 而这个时候 他们都必须要做到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个工作到底有多困难 我们继续透过镜头 带大家来看看随护的甘苦谈 越是到选战 气氛热烈的造势场合 就越是候选人的 特勤随护的紧张时刻 因为不管面对 动辄上万人的造势大会 或是近距离 和选民互动的拉票拜会 特勤随护必须留意 潜藏的危险 实施绷紧神经 身为中级保镖 特勤随护要设计精准 反应快速 不管是徒步或是车辆行进 遭遇攻击都得立刻反击 还必须苦练威力刚猛的八级拳 物求一级必杀 64岁的金丽妍 从民国61年 就近总统府担任元首随护 在职的21年当中 护卫国蒋中正 严家干 蒋经国 以及李登辉四位总统 他说身为随护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看见危险 不能有片刻犹豫 必要时刻 必须用自己的肉身 阻挡威胁 忠肝义胆 以身作顿 舍身无我 临危当先 就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就是 就是一个四位随护的精神表态 那挡子弹是一定的 一定要去党指导 因为一般随护 在训练都经过一个 中生考核 第二个就是 他一定要中立 随护不能不中立 随护是任何一个总统当 任何一个党派人当总统 你都是中立的 去跟他当随护 民事已至沉 效忠国家 绅士用生命捍卫国家的民主 总统大选前 每组候选人都有 45名特勤严密保护 并且配备防弹攻势包 冲锋枪 以及防暴谈 那个时候 戒严法还没取出 你随复出去 就是你随复出去 就等于是代表法律一样 对不起各位 那条线不能超过 你就不会超过 老百姓很听话 现在不行 你现在说 那条线不能超过 三字精英骂 为什么不能超过 他就要超过 你能怎么样 国情现在慢慢地变 不一样 所以现在要当随护 我觉得他的胸心应该要比较 能够包含一点 所以常常看到随护变得大 随护变得推 随护变得告 随护变得呛 所以以前的随护跟现在的随护 有这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在随护的执行任务上 当然也更加的复杂 也更加的不容易 相较于总统候选人随护的大阵仗 地方议员候选人的造势 只有当地远景维护安全 面对的挑战更艰巨 曾经担任过 市民的私人随护的 前台北市特勤中队长叶海瑞 他认为 如果像是在连胜文枪击案时 能够发挥其拿动作 就可以避开凶灾 他是被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这只手过来 这样就好 你看这样就控制他关起来 你手一般 他这一定会掉的 这样一定会掉的 冲上去 其实对任何一个人都会很危险 其实你错了 拿枪的话你最好是往上冲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一跑刚好在他的射程之内 你一离开他两个人的距离 刚好在他的射程之内就被打了 其实他夺枪是对的 他如果不夺枪的话 他可能要开更多花的子弹 那么伤法会更多更重 要徒手拿枪并不是莽撞抢夺就能成功 因此其拿技巧以及徒手夺枪夺刀都是随护或保镖必须苦练的重点 为了因应突发状况 正是人物加强聘请的私人保镖 多百会携带许多防护装备 通常我们随护的话 基本配备就是甩棍 做精神冲击性武器 防卫性武器 然后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配备这种防弹背心 加装的防弹钢板 防弹西装内衬 保护心脏 如果遇到较多的百度攻击的时候呢 可以用喷雾型的瓦斯枪 喷雾型瓦斯枪的话呢 它还有自发器 那如果说在室内的话 会用水堆型的瓦斯 那个喷雾器 然后它还有LED灯 如果在夜晚的话呢 会建议说用强光手电筒 然后它会有闪烁功能 通常就是我们可以携带的一些装备 随后脚尖的伸手 周全的装备 可以让歹徒退比三社 不过出身海龙蛙兵特种部队 并且曾经在马英九参选总统之前 担任他私人随护的李思坚 就表示 许多候选人要和民众近距离互动 很排斥随护戒备 准备出手的紧张动作 如果是担任明星艺人的保镖 更是忌讳动手动脚 伸手再好也派不上用场 像有一些艺人 像成龙那时候 他说两颗子弹是天大的笑话 那时候我们也去保护他 从机场就一路被人家 像市议员 还有人家丢鸡蛋 吐水的丢东西的 那真的是 他又是来做一些公益的 什么亲民的活动 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都一直也是 不好意思抱歉 谢谢您谢谢 那真的是不能去动手 推击一定都会 像有一些抗疫的群众 他在推击 那我们在保护警卫对象的时候 会被推击 那我们尽可能的 都不会很明显的去反抗啊 去干嘛 最重要的还是警卫对象的安全 那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到动手的时候 那变成说你会增加到你 业主的困扰 或是你保护的警卫对象困扰 那新闻就会变成衍生性的新闻事件 虽然必须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受点小伤在所难免 不过无论是特勤随护或私人保镖 为求圆满达成任务 委屈辛苦也都在所不惜 这研发还没有解除之前 随护出去就等于代表法律 告诉民众哪条线不能超过 就不能超过 但现在不行 现在说哪条线不能超过 可能还会遇到反抗 现在要当随护 胸襟要比较能够包含 所以常常看到随护被打被推 被呛甚至是被告 以前的随护跟现在随护相比 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在随护执行任务上头 当然也就更加的复杂 也更加的不容易 相较于总统候选人随护的大阵仗 地方议员候选人的造势 只有当地远景维护安全 面对挑战更加艰巨 联盛文在2010年五都选举 前一天晚上遭到枪击 国际媒体在第一时间大篇幅的报导 让台湾一夕之间 好像民主倒退了几十年 台湾即使经历过选举暴力 但是我们一次一次更加成熟理性 今天带大家来看到 这几个负面的案例 要提醒大家的是 民主的成果得来不易 而我们最期盼的还是一个 不受暴力威胁的民主政治 我是王宇宗彦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大解密 请持续锁定 带您揭开密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